高考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高考 这么刺激的东西呢 青北 这是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一次 公平的竞争 从今天起 只让你来十一班 我给你们一个 搬到超车的机会 只让你来十一班 我陪你们一起 此刻高考 此刻青北 把人生这副牌 报告老师 我这个人听废话就想撒尿 全国六万多所中学 没有一所 敢拍着胸脯保证 青北的录取率 你又评评 一间教室 一间办公室 老师学生我自己挑 还有一个助理 爱怼人的行吗 梅铭老师 密习一年考上青北 你的资讯都是从哪儿批发的呀 雷老师 如果搞砸了 车班申请我自己提 二 岑老师 要不要跟我一起 做一个帅气的家访啊 姓雷的你给我听好 高考对于我来说 根本就不是人生中 最重要的考试 最重要的考试 在我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陈一三 陈一三 你觉得网撒网 有多大几率 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 愿意负责 并且单身的男人 不大 但是快 你俩之前认识了 是 杠 你俩上 行家呀 惯犯 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学习的量 还是我 十一班 才是我的流量密码 杨杨 既不聪明 又没天赋 还口吃 三 三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一次 是你自己想做 自己想学 哪怕是为了造货 为了发泄 都 你们都清楚自己来十一班的原因 想要原路折返之间的生活 没人拦着 从今天起 十一班正式成立 但是 我这儿不欢迎滑水的 有想找自己的 可以挑战一下 你记住 你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那条鱼 狗开你人 这得搞清楚 到底是为了学生 还是为了自己 加油 咱们不讨论动机 咱们只看食堂 好 先别睡了 起来 这是我 学而不思 则混乱 思而不学 则呆 接下来的一年里 你就是你自己 不属于任何既定习惯 不属于任何人 龙生龙 凤生凤 但请给我记好了 后面的内容 你们可以自己填空 雷老师 跌味越来越重了 有吗